最后三匹 十号的是自由开心 然后有令人着迷 还有上海之心 好,四重彩已经累积到超过三万了 最后一场赛事第四集 1400公尺草地赛,准备 咱们打开了,马匹也顺利的出闸 这场第四集1400公尺的草地赛事 中间先上来有六号的快步流星 它旁边是至尊六一 跟着最外面的还有令人着迷 这匹马也是要前领的 接着在第四匹的则有超级杯 跟在它的内侧的是11号寿比南山 然后就有五号的北新之威 另外还有狂奔在它的外面 跟着手在内侧有红龙来了 外面一匹就是一号的花样滑冰 上海之心 然后还有自由开心 战时电后的则是显文诺的马匹 山峰地铁 距离前面领放的参赛马 大概是有七个马位 现在就有六号的快步流星 在前面带出有一个马位 跟在它旁边的是令人着迷 然后是狂奔 缓缓地从外侧的位置上来 守在第四匹的则是超级杯 后面有上海之心 至尊六一 然后在内侧的还有寿比南山 后面的是红龙来了 那在最后直程的时候 现在就是快步流星在前面 然后至尊六一在内篮 打下去也是有点反应 但是外面总是更好的是狂奔 狂奔现在是在追快步流星 两匹马在斗的同时 外面再上来就还有寿比南山 那八号的是狂奔 狂奔最后阶段应该就是打败了快步流星 跟着两匹也接近的有寿比南山或者是至尊六一 再来其他马匹呢就包括有自由开心了 然后呢是花样滑冰 红龙来了令人着迷 跟着呢就是山崩地裂 然后有超级杯上海之心 还有北新之威 八号的狂奔 还有六号的快步流星 好狂奔在外面 最终打败了先出头的快步流星 快步流星还是没有办法取得他的第一场头嘛 然后第三第四也很接近 应该就是外侧冲上来的十一号 寿比南山跑第三名 然后才轮到玛雅的座骑至尊六一 八号六号十一号还有七号 好